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兵法是换成公主是最好 但是他这个号我看了一下 并没有公主 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号号组就是一个林克堂 也是个学生吧 然后就抽到的东西都是抽到的 也算很幸运吧 抽到矿工和兵法 哎 我自己号就只抽到一个公主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给大家带来一套就是矿工一家皮卡流 这是一套 现在就是很火的一套 不过他们都是带公主的 我看到对面是九级 我们先调粉 对面不叫咱先下个排击炮吧 慢慢的 没反应啊 对面 往里一下 南对面掉线了吗 决定小比卡两费的烈焰 对面有反应了 无所谓了 这个不要紧了 这个在你就很炸了 哇 这个没碰到对面 这个胖子挺厉害的 对面 咱们套路还是不变 对面 对面现在飞应该挺稀缺的 直接下 哎哟 下反了下反了 看他怎么紧 这个排击炮其实没下好的 好尴尬这个 这个这个真的好尴尬 我给你一下 不过没关系 哎 他下两个赛机器这波就显得有点炸 这波他下两个赛机器肯定要炸了 我看一下可以全部读到来 这个读药咱们很赚的 哇 他这一波直接把自己搞瘋了 现在带了 哦 有胖子 胖子哇 有另一回事 哇 这波炸 这波要炸 咱们这边也要炸 哎 这个小小如果咱们 啊 换了一种法吧 他毕竟刚才是有两个采集器的 那毒药应该缓一缓的 毒药如果缓一缓 咱们就好住了 不过关系不大吧 继续下 继续下 冰法子 毒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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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倒没什么关系 这个东西 小皮卡下 小皮卡下 冰法下 继续下 加弄炮 然后这边 那边决定上 那边只要有小皮卡就行了 毒药加 毒药加 已经是啊 就是加子战了 加子战的话就疯狂打了 好 小产一波 小产加那个 绝地就上就行了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的 好 赢了 主则 主要来讲 现在主要是这个排击炮的话 现在还是很巧的 这把完全有点像靠排球号的意思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吧 矿工加冰法套 皮卡肯定是要带的 其他你自己看着办就好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下期再见 拜拜